有一次有一個朋友 她給我打電話 哭了 我不在家 所以她跟我的那個電話機在聊天 她剛剛去看了一個電影 那個電影是Jody Foster演的Nel 就像一個女孩子 在森林裡面自己長大 她唯一的婆伴就是兩個 她妹妹的骷髏頭 骷髏頭 骷髏頭 她會跟她唱歌 跟她們穿衣服 我那個朋友她一看到這個 她就哭了 為什麼 她想到她以前在山上照顧她的妹妹 有一次她的妹妹不小心掉到一個 那個滾水 熱水的桶 死掉了 她才五六歲 那麼她的父母都怪她 然後她就離開家 也從來沒有跟別人講過這個事情 她認為她是雄手 她看到這個 她就發現她不是雄手 她也沒有責任 她很愛她的妹妹 她不願意看她這樣子 不過她一直在怪自己 所以她覺得一定要說出來才可以 如果她當天不說 她說她明天會為她賣菜 她以後也不會說了 又埋藏下去了 又埋藏下去了 對 後來她說了以後 我聽了 我打電話給她 她來看我 又講了一次這個故事 我說 她說妳不是雄手 妳就是 那她一講出來 她覺得這個負擔 就沒有了 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是某一種告解 雖然 雖然不在那個 對… 通過電話 通過電話 也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像剛剛你們講 你們兩位都是不用藥的醫生 神父也是不用藥的醫生 就是醫人家心裡的病 但是在現在來講 我覺得現在的社會 所有的東西都在進步當中 你看到很多的家庭 你看到很多的工作 你看到很多的孩子 在成長過程當中 書念得好 不代表她可以人際關係很好 就書念得很好 事業做得很好 也不代表她的婚姻關係 關係會很好 所以這個好像都是一個 這個 這個代表個性 代表情緒 代表處理方式 這個有點EQ吧 是不是叫EQ 不是IQ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東西 是很難學習的 但我覺得其實 他們除了帶著問題之外 一個不確定的答案 一個聲音很微小的答案 他們沒有勇氣去做 我覺得我的工作 只是幫他去澄清那個問題 或許他們認為 剛進來的時候 覺得我的婚姻出了問題 但其實這個問題 背後的問題是什麼 可能是 他從小看到爸爸媽媽 吵吵鬧鬧 他其實對婚姻 一點安全感也沒有 對 這個好像是好多人的這個問題 是 所以我們幫他了解說 其實你婚姻的問題 是來自於 你極度缺乏安全感 其實我們就是幫助他了 再來講 剛才講到說 其實我是相信每個人 除了帶著問題來 還帶著答案來 這個部分我覺得 或許鄧醫師跟我有同感 就是說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他就是沒有勇氣做 然後找了很多的理由 找了很多的藉口 來說服自己 我不那麼做 其實是有原因的 我是為了孩子 才維持這個表面的假 但是問到最後 他會快樂嗎 他犧牲到最後 委屈到最後 真的求得了那個權嗎 其實都不是的 我的工作其實 不是只有聽問題而已 我在幫助他 怎麼去聆聽他自己的答案 如果這位太太 自己選擇在心中的微弱的答案 那先生會不會來炸雞蛋 他會更強烈一點 是不是 他微弱的說 我想離開這個家 我想 醫生說我可以 這樣子 這個 其實我覺得這個工作是 手工業 手工業 我到現在就是做了十幾年了 我沒有看過哪兩個個案 是可以用 一樣的方法去處理的 每一個都很獨特 因為剛才詠玲其實講到一個 最精髓的東西就是 他心裡面有答案 有答案 所以答案不是我們給的 我們不去替人家決定 就像算命一樣 一定要算到自己的答案 他自己的答案 可以這麼說 但是那個自己的答案就是 其實如果以我們的理論根據是說 人類的心理發展 從小 我們是非常不成熟的 人類本質上 要的東西是很不合理的 例如說我們要的愛 我們要的愛是 對方無條件的 以我們為中心 然後我都可以不要提亮你 而且 甚至我們看過有些個案 進入很深層的治療的時候 他會講出 如果他看到他媽媽打扮得很漂亮 他就會生氣 可是他媽媽醜他也生氣 因為媽媽如果不好看 他會覺得自己的部分不完美 可是媽媽打扮很漂亮 他就覺得媽媽等一下要出去 那就是要遺棄他 所以我那時候跟製作人在討論那個 他問我說你都是什麼個案 我說我很難回答你都是什麼個案 因為個案來就講 我是老公不好 有的人就說我不好配不上我老公 當然有的時候我小孩不好 或者說我不好不夠 我對我的小孩不夠有幫助 那或者是職業的問題 個性的問題 但是我舉了一個比喻就是說 那很像就是一個很大的商場 有很多的出口 A1 A2 C1 C2 他們進來的門不一樣 可是進來裡面專櫃都差不多 我們就是要檢查他的成長過程 家庭的結構 人格的強度 還有跟治療師的關係 那如果以我做這種深度治療的話 我們幾乎就是跟個案做關係的實驗 妳來跟我治療就是跟我發生關係 然後我從我跟妳的關係裡面 讓妳知道妳有什麼習慣 我不是用講的 醫生跟病人的關係是很特別的 這不像我們感冒 拿完藥就再見了對不對 神父妳知道 其實每一個人如果來跟妳告解 告解她講了很多祕密 她有一天走過妳旁邊 她會不會覺得說 丁先生會知道我很多的秘密 神父會 不會嗎 不會 其實我自己 如果可能也是看神父的反應 有人覺得 有人講很多醜陋的事情 她生活最醜陋的一面 應該讓妳很討厭她 其實我想大部分的神父跟我一樣 都會覺得 人承認她的罪 承認她的弱點 或是有這種勇氣 可以把她的問題跟第二個人講 那是她最美的一面 她最勇敢的一面 最可愛的一面 其實這個是 認主教一個很好的一個 讓所有的教友 可以在某種地方得到輸 就在沒有心理醫生 或者沒有諮商的情況下 或者是沒有 就到了神父那裡 輸出自己的秘密 得到救贖 得到救贖對不對 也有很多比方說 很多人認為 這種痛苦不應該再發生在我身上 那要跟他們了解 每一個痛苦的 也是會帶來一個恩惠 神父 你痛苦的時候去跟誰說 我會跟我弟弟說 我弟弟也是神父 真的嗎 還好啊 很方便 很方便 對 很方便 而且神父會 那個神父會回答你多一點